央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中秋快乐 我是演员任苏熙 欢迎任苏熙 欢迎欢迎 今天呢 咱们来到央视频的现场 上来呢 我们先有一个快玩快打 想给你 甜月饼还是咸月饼 甜月饼 五人还是蛋黄 我妈爱吃五人 我是蛋黄吧 那下一个 如果中秋节有颜色 你觉得是什么颜色 蛋黄色 如果有机会去月球 想和谁去 家人吧 对这个录制有什么感受 首先我觉得这个舞台整体 太美轮美奂了 因为后来现场的导演给我看 其实远景拉出来是一个 郁郁葱葱的一把吉他 后面的整个升起来的月亮 其实正好是他吉他中间的 那个圆圆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看完之后大为震撼 我觉得一个晚会 做到这么用心 我觉得很棒 很了不起 那如果让您用一个词 来形容这次的舞台 您会用什么词来形容 那就必须是美轮美奂 我刚刚了解到 咱们跟恩佑也是第一次来到 这个总台秋晚的这个录制 对 两位演员一起合作 然后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年龄跨度 那合作起来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因为我跟恩佑之前没有合作过 但是我看过他演戏 我觉得他非常灵 非常真 非常好 那今年就是咱们的舞台和节目 还有哪些能再多跟我们的网友透露透露的吗 是我们俩合唱一首 其实算是有点同趣 有点温暖的一首歌 可不可以现场送给网友们一首歌 您觉得中秋那首歌送给网友比较合适 我觉得我跟恩佑在刚才唱的那首歌 算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礼物了 但如果现在再唱一句 把那个就显得不太好了 所以我想把那个留到一个比较完美的舞台送给观众 好 网友们 那我们就期待9月29号的这个秋晚的这个播现场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咱们再聊聊今天的造型 感觉非常的 就是跟恩佑的那个造型也挺搭的 有没有什么可以设计的 有没有可以聊的 我只是觉得这个衣服跟那个歌的气质 还算是比较搭吧 因为它有很多色彩斑斓的回忆啊 像是童趣一类的 所以我觉得穿这个应该是相对合适的 咱们聊到中秋节啊 您是山东烟台人 对 莱州的 莱州 那我听说山东也有很多好吃的 对 卤菜是很棒很有名的 那咱们中秋一般会有哪些就是传统的过节习俗 因为我们家是沿海城市 所以到中秋节的时候呢 其实一般会 其实正好是那个大飞蟹 梭子蟹正好下季 应季的时候 所以一般中秋节我印象里我们家是要吃那个大螃蟹的 比较新鲜主要是 而且一家人其实山东就是北方菜 其实尤其我们家那边不像南方的就很精致一小点一小点 我们是弄一大盆 所以就一家人围着一大盆 然后再吃点月饼什么的 那29号就9月底的那个时候山东大概是什么水果就是该成熟了 我印象里应该是葡萄 因为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小村子里面每一个人家的一进门的大门口都会有一个葡萄架 所以我对那个比较有印象 有的人家的种的葡萄甜我们就会去揪 一般葡萄长的低一点都会被揪光 那咱们这次来到四川 您对四川菜吃的习惯吗 那当然了 我是最喜欢吃川菜的 宜宾当地也有燃面 还有一些别的当地美食 有尝过哪些吗 我一下飞机就吃燃面了 因为我是知道燃面是宜宾的这个代表作品 代表作品 代表作品 对 很好吃 说到代表作品了 我就感觉其实就是 就是咱们在选剧本上包括表演上 是有哪些侧重的考量点吗 我自己选剧本主要是我自己先相信了 但是我只能是尽量 因为演员的工种 它分布它的工作范畴就是那么多 所以我希望在我能力有限的范围内 我想做到更好 但是也会有一些时刻 就是觉得不满意 或者还有这样那样的比较大的问题 也是有的 我觉得干的这个年头越长 这种也会越来越多起来 不像一开始刚刚拍电影 觉得我一定要拍一个 全是上八分的 不能低八分 但是你拍着拍着发现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然也会继续地严格要求自己 咱们可不可以再给央视频的网友们 送一些祝福 可以用家乡话说两句吗 央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死咽怨应苏西 有点不太会说了 有点憋嘴了 没关系普通话也可以 央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 希望大家能够团团圆圆地 过一个中秋节 也希望你和你们的家人们都能够平安健康幸福